我們的家超可愛的 而且我們就包場了這裡 完全沒有經驗的新手是真的 這膽子要有點大 怎麼會有一個地方長這樣 怎麼那麼輕鬆就看到啦 它真的跟照片上面一樣美 嗨大家好我是Celine 我是Cynthia 我們現在人在北海道 這是我們第一次海外的自駕旅行 因為很多人來日本都會選擇 自駕就會比較方便 但身為outdoor控的我們 第一次在國外開車就要來開露營車 就是這一台 對我們一直都非常的 嚮往有一天可以在國外 就是開著露營車 然後想去哪就去哪 想睡哪就去哪 很自由很隨性的感覺 然後沒想到我們第一次的國外自駕 露營車旅行就在北海道實現了 冤枉成真耶 那這次我們就會開了這台露營車 玩美英跟四川這一帶 然後我們晚上也會直接在車裡面過夜 那這一帶就是有很多我們想去的點 都是沒有開車就有點難到達的地方 像是很有名的青池啊 白墟瀑布 還有雪地裡面很夢幻那幾棵聖誕樹 那我們也會去泡溫泉 爭桑拿 玩雪地四輪車和雪上香蕉船 其實我們倆現在都蠻緊張 因為我們倆從來沒有在雪地自駕街 然後又是又駕又是雪地 所以其實困難超久 所以也是希望這一切都可以順利 那也是因為這次經驗之後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說 在雪地自駕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然後還有像這樣子開著露營車旅行 到底要花多少錢 再來就是很多人會好奇說 對來露營車上洗澡啊 上廁所這些東西要怎麼辦 我們都在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對街上來想要來日本開露營車 有興趣的話記得繼續往下看 那在看的時候記得要訂閱開鈴鐺 加入商事業頻道會員 才可以享有專屬的旅遊折扣 也會不定期收到我們精美的小禮物和明信片喔 出發 來吧 哇賽 它真的跟照片上面一樣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晚上要來開箱給大家看 我們自己也還沒有看過裡面掌聲 這台車要充電嘛 他整理就幫我們充好 然後我們接下來五天 有可能中間還需要再充一次 就要去那種就是可以停露營車 那種RV Parking的地方 來 單 你的房間就在這裡了 我們後面有一人一個床 雨刷一定要立起來喔 因為你不立起來的話 你這樣雪很重 你一打這個可能會歪掉 所以就是雨刷把它打開 讓雪不會積在上面 這個真的不知道耶 你知道喔 他開過啊 也是 我們現在只有他有雪地地站 所以我們就是找你來開車的啊 為什麼想開 這中有兩個鑰匙 來開箱一下 好可愛喔 這裡是我們的小客廳 變身 前面就是駕駛座一般的 喔 這是什麼 床啊 喔 這是一個位置喔 有一個人可以睡到這裡 還是可以睡到兩個人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位置 可能一個人會比較剛好 比較舒服 因為他這邊寫寫的 後面還有 這就是比較大的床了 這邊應該就是我們兩個的位置吧 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廚房 這個拉開 這邊是可以開明火的 我特別帶鍋子來 就可以煮熱水喝 然後下面有一個冰箱 這個是水槽 但是因為冬天就是整個露營車裡面 是不能用水的 因為會解凍 所以這邊這個水槽 還有這邊這個衛浴的空間都是 現在是不能用的 但如果除了冬天以外的時間 就是都沒問題 然後上面還有微波爐 我們剛剛一直在想說 車子看起來空就沒有很大 這個雪巨帶掉怎麼辦 我們還有兩個行李箱 還有一個隱藏的後車廂 可以從後面開 也可以從側面開 可以從側面開 好了 我可以上路出發 要先把一堆吃 把冰箱填滿快 真的 那現在看起來有點帥耶 他現在很像駕訓班教練 你現在是雪地駕訓班教練 你要在這幾天教會 我們怎麼在雪地裡面開車 好啊 倒路駕駛的時候我會在下面看 我們現在覺得非常的滿足 因為剛剛走來就是民宿的路上 我們三個人拿著超大的行李箱走在雪地 非常的困難 雪地拖行李箱真的是著死耶 冬天北海道是真的要自駕啊 車往前開然後雪花就一直朝我們這裡飛過來 對 覺得好棒 這是在日本公路旅行的感覺嗎 對 我們才開始我們才出發一分鐘 才會變爽 才會變驚豔 它更薄一點我們叫黑冰 黑冰 黑冰 在柏尾上面一點點有點反光 有點甚至看不太到那種最滑的地方 所以反而是要拍這種白白的雪地是不是 會比較好相對比較好 比起這種黑的 比起那種透明的 但是如果不小心滑到冰上的話 也不能擊殺 不要在轉彎的時候擊殺 也不要在下坡的時候擊殺 因為這台車比較大 所以理論上 它的慣性作用力會再強一點 所以你要煞車的反應都要提前 哇很頭頭是道耶 好強喔 先講先講嘛 好像很帥耶 這台車比較大一點 剛剛在那邊搜尋半天總是要雪的嘛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提醒大家 當然就是在雪地開車的話一定要準備墨鏡 因為就跟你滑雪一樣 雪地裡面其實很亮 是很容易有雪盲症的 如果你剛好喜歡滑雪 然後你們又沒錢買過墨鏡的話 就可以跟他一樣用雪鏡的時候開車 或是你剛好也跌到雪山圈谷 然後墨鏡掉在圈谷的話 總而言之墨鏡很重要 大家要記得 不要跟他一樣 我覺得看起來有點愚蠢 欸你有帶墨鏡嗎 有啊 那我沒有耶 那今天換我開的時候 為了要把雪金拿起來 來吧 超方便的 我們的家超可愛的 超可愛 今天晚上其實就是坐在一個停車場裡面 但是怎麼可以路邊的停車場就這麼漂亮啊 而且我們就包場了這裡 租露營車的話其實你也不是說 包場了這裡 包場了這裡 包場了 包場了 就是雖然說住露營車 可是我們也不是說路邊就可以睡 就是要嘛要找停車場然後要嘛就是露營場 道路休息站的意思 就是有點像我們台灣的高速公路休息站 然後在日本就是它是會在道路的旁邊 然後算是日本自駕旅行中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它通常是可以二十四小時免費停車 讓你過一夜 欸過兩夜就不行了 因為過兩夜你就不算是休息 你就是真正的住宿 然後我們現在稍微休息一下之後 我們要去鼎鼎大名的青池 去看他晚上的點燈 對然後晚點回來應該就不會再拍了 因為這邊應該會一片烏起馬黑了 I am fairly well now I am strong I am goodbye I am long way from home 另一個行程就是來看冬季的青池點燈 青池是一個我自從 開始就是知道北海道這個地方之後 一直常看到一個圖 就是有一個藍色的湖面 然後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枯木 對然後會有倒影 對然後聽說是春夏秋冬都非常漂亮的一個地方 大部分的人來其實應該是看白天的 因為白天就可以看到他湖面上有那個枯木的倒影 我們在放照片給大家看 對但其實冬天是看不到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整個湖面其實是已經結冰的 耶怎麼跟我想像中的 我會讓你們看 你們可以看到他就是 在那裡 就全黑了 對 現在這個藍色 比較磨磨一點 這些 這些一根一根的樹啊 在一般的時候是 全部都在湖面上的 是在湖面上的啦 但是因為現在冬天 欸其實現在光打下來蠻漂亮的 那個雪在那邊飄 會覺得這樣子的燈可能得搭一些音樂或是 就是像我們之前在那個明花之旅看的那個燈光秀一樣 現在其實好像比剛來的時候漂亮的一些 因為雪那麼大 其實靜下來看之後 他的燈光算是有蠻多變化的 這季的青池其實是已經 全部已經積雪了 所以其實如果你想要看到這種 就是湖面上面有就是結冰的樹的話 可能要在12月初 他剛開始下去的時候會比較適合 如果你是像我們一樣可能是1月2月才來的話 就只能看到這樣子 對 好 太遠去附近的白金溫泉 泡一下熱水澡 好安 好安 現在已經是第二天早上10點了 我們原本說今天9點就要到第一個 沒有 我們最原本是說 這個停車場好像很適合拍縮時 喔對對對 要6點7轉 不然聊了6點半的鬧鐘來拍個縮時好了 然後單的鬧鐘響了1秒 然後就決定 你聽到鬧鐘之後說什麼 說你媽死 說你還要罵鬧鐘 我的手機是直接沒有電 所以我們沒有拍 因為這個床戶其實它是 它是有一半的就是半遮光鏈 跟就是如果往上拉的話就是會全遮光 所以我們原本昨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其實是超級暗 然後早上起床 睜開眼睛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床面拉起來 而且今天的雪景 它這個床是認真的床墊 它上面一層軟的 然後下面還有一層厚的就是沙發的那種 但是這個下面是硬的 所以它現在就是既有支撐度 然後又是軟的 又有彈性又軟 睡起來沒有那種腰痠背痛的感覺 今天真正出發前 我覺得現在很適合來做一件事情 就是來電雪地開車 這個停車場好像很適合 對 現在這個停車場完全沒有其他的車子 然後我們可以現在這邊 稍微先感覺一下 開在雪地上面的感覺 現在不是Savia要在停車場繞個幾圈之後 他要帶我們去白區瀑布了 好 白區瀑布很近 我會在他練完之後決定 我現在覺得還好 我現在不習慣的只有就是 他這個方向盤很大 所以我的就是轉到最底的時候 我的手得伸得很直 我們現在看到那邊有一點路 他還在看我們耶 好可愛喔 他還在想說 你化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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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好像好像 因為我剛開起來 我就覺得跟一般的差不多 所以基本上就是慢慢開其實還好 對我剛剛其實開得挺慢的 還蠻順的 然後我們現在 就算是來美英這邊大家必來的一個點 對就是尼若查美英就一定每一個人都一定會來的就是昨天的青池跟今天等一下吃的那個白區瀑布 對 這座橋上非常的多人 果然是一些就是大家都會來的觀光客行程 真的就是必來 怎麼怎麼會有一個地方長這樣 怎麼那麼怎麼那麼輕鬆就看到了 他真的跟照片上面一樣美耶 因為你有發現我們這以前一路經過的不管是河水還是瀑布什麼全部都是結冰 青石那邊也是完全積雪啊 可是你們看 這裡的水還是有點青青色的 青藍色的感覺 真的是青藍色的 因為這邊是地下水湧上來的 所以他才不會結冰 才會有這種很奇特的自然景觀 這邊就是可以同時看到非常非常清澈的河水 然後瀑布 然後那邊有霧松跟很壯觀的冰柱 然後他就覺得好可惜好想走下去看 對但是應該是不行 我必須說 台灣人就應該聽到瀑布已經覺得 哈哈 台灣有100個 有100個漂亮的瀑布 但是這真的是我看過最特別的瀑布 是我看過最喜歡的瀑布 跟那個Nosa Penida的那個Keling King Beach一樣 你可以一直盯著他看 而且你不覺得下面那幾球很可愛嗎 那些石頭上面 全部都是雪 就一坨一坨的很像饅頭 網路上再開來去瀑布 都為時事同意的狀態 對 因為好像是真的沒有其他角度 但是我們有 因為我們有 我們有申請空拍 我們有申請空拍 即使我看過這麼多張網上非常非常美的照片 我現場看我還是覺得很很震驚 就是它的這種獨特的美鎮景道 就它算是一個偏向上車尿尿下車睡覺的地方 欸?上車睡覺 雖然它偏向一個上車睡覺下車尿尿的景點 可是我覺得還是很值得經過來看一下 現在這一段路呢不知道要幹嘛 所以雙C現場一個給你們聽 好可愛喔 打花打花打花 打花打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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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好了 什麼 什麼 爆風雪 什麼爆風雪 前面有台貨車 對 全部的雪噴 我們要用一首歌 欸我們要唱一首歌 很困難 好,我們今天的第二個景點了 時間過得非常的快 下午2點了,中間會太久了 因為我們太晚起床了 沒有,而且剛剛路上還在飛空拍 現在到了這個叫做Mile 7之丘的地方 對,它的地位其實有 它的地位呢,我自己看過覺得很像是 台灣那個台東柏朗大道的樹 因為這次行程是它排的 然後我就說我們要幹嘛 他說我們要看一些樹 蛤?樹有什麼好看的 這邊就叫做Mile 7之丘 然後就是那一排的那個落葉松防風鈴很有名 這個防風鈴會很有名好像是因為之前那個七星嗎? 對,就是Mile 7這個香菸在這邊拍的廣告 然後天氣很好的時候 這邊應該是要是藍色的 剪輯師可以幫我們劈嗎? 哈哈哈 它這邊因為現在是雪地嘛 全部都白白天 但是如果是其他季節的話 這邊其實是農田 嗯 對,其實是秋林的田園景色 連海道的夏天就是看花海 對 然後冬天就是看這些 蒼涼的雪景 因為這邊其實都是 算是私人土地吧 所以就是不要進去 因為好像也有一說是 以前的那個樹林其實比較 比較多,比較大片 然後是18年的時候 他們就是砍掉了一些 那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有些人也說是因為 遊客一直亂闖 他們覺得很困擾這樣 嗯 對 你們看 它這裡用了 各國的日文、英文、中文、韓文 全部都在講說叫大家不要進去 Yay,我們被老天爺拒過 現在出現老天了 天哪 今天氣象日報原本是 一整天都是陰天的 對 那我們現在 要去看 就是 另外一棵樹 叫做美英聖誕樹 對 Cindy還是說要不要去看聖誕樹 我說哈 聖誕樹 那裡 現在好看很多耶 剛好陽光現在在海的這後方 對,然後所以這邊有一點點斜斜的陽光下來 好想看到有什麼狐狸啊 或是小鹿之類的走在這個樹下 對 對,剛剛我們遠遠的有看到 這邊有一些小小的腳印 但是這個地方 好像我們也有看到一些照片是 來拍晚上 然後就是有銀河聖誕樹 這樣也非常的美 對啦 我覺得需要用手機來 這裡是一個值得發一個限動的地方 雖然這些樹就是漂亮歸漂亮 可是我覺得一定要等到天氣百分之百好的時候再來 因為你來這邊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做的就是來拍照 對 那如果又大陰天的話你就會覺得 有點可惜 怕起來有點可惜 然後你又只能待五分鐘就走了 所以大家如果要安排 看這些樹的話我覺得可以 可是一定要挑非常好的天氣再來 其實美銀這一帶有 我查好像很有名的有六個 我們一致都覺得比較喜歡這個 只有一棵的美銀聖誕樹 對,真的超可愛的 對,因為它就是很特別 它是中年不會落葉 好的,就到了每天的宵夜時間了 還有試酒時間 對,我們今天晚上基本上就跟昨天一樣 就是待在我們的車子裡 基本上明天應該也是 對 因為外面真的 我們原本想像中的露營車的晚上生活 是可以把車邊障打開 然後在那邊鋪個桌 弄個桌椅 然後升個營火 蓋著毯子 然後有點熱熱的清酒 後面想像永遠都只是想像 因為第一就是冬季的露營車車邊障是不能開的 重點是外面也超級冷 然後休息站也不能生活 所以我們對於 對,我們對於晚上露營車的想像就直接 毀滅 對,因為冬天很多北海道露營場 其實是沒有辦法進入的 它直接休遠 因為可能積雪吧 還不讓你進去 對,所以基本上我們也是助休息站 這次的露營車生活跟我們想像的 確實 原本是有一種就是開著露營車到處野營的感覺 結果 季節不對啦 對,然後 冬天還有一個缺點就是因為 車子的水箱會結冰 吸收台跟廁所是不能用的 所以就算我們已經洗好走 然後晚上想要上廁所 然後就要很冷很冷的跑出去 我覺得痛苦的是在雪地裡面 你還用冰水洗臉 我們這晚上真的覺得 好折磨 所以確實是沒有我們期待中的 那麼的好 對,但我覺得不是這台車的問題 是這個季節本身有點不對 對,但是我們其實還是覺得很還好 這次是有開車自駕 因為我覺得冬天要在北海道移動 沒有車真的是太不方便了 我們今天就看到路邊有人在柯南的走路 就覺得,哇好辛苦 還好我們想去哪裡都可以直接開著車就走 還有就是我們這次去的這些景點 其實基本上如果你沒有車的話也很不到 所以冬天的話我覺得 就算不是開露營車也 還是蠻建議大家可以在雪地自駕 只是是真的要小心 我覺得開起來確實是還蠻有難度去練習的 我們是因為很幸運因為單陪我們 然後他有雪地自駕的經驗 所以他就一直教我們要怎麼開 完全沒有經驗的新手是真的 膽子要有點搭 你又倒到一個野溪溫泉 結果冬天也是 在山上嘛 太危險了 所以冬天他也是不能進去的 所以這次其實我覺得對於 北海道的自駕旅行 錄影車旅行我們留了蠻多遺憾的 但我覺得可以在其他季節再來 因為下一次我們就一定要選一個好的季節 就可以完成我們對露營車的想像 也許可以去跟紐西蘭之類的 對會想要在日本其他季節的自駕 或者是直接去別的國家也開露營車 有點上癮了 然後我覺得大家可能會對於在日本自駕 或是開露營車會覺得很麻煩 因為語言不通然後不知道怎麼租 所以我覺得還是蠻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一台露營車的資訊的 他們家公司是叫Domo Camping 然後因為是台灣人在經營的 所以你從官網就都是中文 然後到現場租車就是他教你這些東西怎麼使用 也是中文講中文的 對然後還有一個是他們有Line的客服 那他們都是馬上可以聯絡得到 所以我覺得對於台灣人來說真的是解除了一個 在國外自駕旅行非常非常大的障礙 花費的部分我們算一下平均下來 我們一天的花費大約是八千塊 然後是三個人分的 八千台幣 對八千台幣 然後裡面包含了 車子的租金 油錢 然後保險 保險 還有因為我們裡面不能洗澡嘛 所以我就把那個日規溫泉 就每天洗澡的那個費用也算進去 一個人是不到三千塊 其實我覺得真的比想像中還要便宜很多 但這台車我覺得成人的話沒辦法說要四個人 對 如果你是兩大兩小那總共四個人是OK的 不然我覺得三個成人就差不多了 不然再多快點會有點急 那我覺得你們大家現在剛好看到這資訊 你可以開始安排 今年開始的春天夏天秋天 其實我覺得都很適合在北海道自駕開路人生的運行 我們會把這間租車公司的連結放在資訊欄 大家可以直接再去詢問他們 那 喔對 喔對 我們兩個一個 講掰掰了 其實這個行程其實還沒結束 我們在北海道還會再多待兩天的時間 然後明天有一個我超級期待的行程 就是我們要去玩雪地上的ATV 沒錯 然後後天有一個我另外一個很期待的行程 其實北海道有一個算是最新的玩法 是他們引進了芬蘭市的桑拿小屋 所以我們這次就是也要搶先去體驗看看 對所以雖然說這一集的景點比較大眾一點 但是下一集的景點會比較特別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還好奇北海道有些什麼 其他的特別玩法的話可以期待下禮拜的影片 好那我們就下禮拜見 晚安啦 晚安 趕快去來看一下傳說中鼎鼎大名的白墟瀑布 你是忘記的家名字 對 鼎鼎大名然後你也忘記的家名字 鼎鼎大名 你們兩個有點浪漫 有點浪費吧這個記憶 好像很不情願 請問一下這個攝影師是在 我一定是攝影師啊 還是得拍吧 好瞬間多指 我只是抓來開車而已 你們兩個給我快點學喔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VanLife的實際樣子 好可憐 好可憐 你睡六小時那樣是不是 對 我要去超市買一大堆零食 酒 飯糰 尖叫 一大堆東西在冰箱 所以基本上在露營車上是不會餓肚子 但只要你要去超市好好地買東西的話 好可憐 喔 好可憐 ight